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台湾人向来热情好客 不过如果遇到不速之客 那可就要小心了 什么意思 我指的不速之客 是指原生物种以外的外来种 举例来说 猫熊大多分布在中国四川 所以它们在四川是原生种 在台湾就变成了外来种 我懂了 可是我觉得猫熊很可爱 为什么说它是不速之客 来者是客 许多外来种是受欢迎的客人 不过近年来 有一些具有侵略性的外来种 对台湾的生态造成了威胁 首先我们要来介绍的 就是最令人痛痛的红火蚁 来到新北市淡水区的屯山里 这里的农民 近来常常被蚂蚁熊兵攻击 让农民苦不堪言的红火蚁就躲在高高隆起的土堆之下 这个应该上百万只应该有 它一直在攻击这个铁丝 如果是我们人类的手 用它的大耳去咬住你的皮肤 咬住之后它屁股就是里面会有毒囊 然后会有毒针 它会开始弯曲会开始盯你的皮肤 然后把那个毒蛋白打到你的皮肤里面 怨残自南美洲的红火蚁 外观虽然迷你又不起眼 但是它的攻击力却远比其他蚂蚁都要高 一旦被它咬伤就算是壮硕的大男生 也有可能直接昏倒 过敏体质的人一吃火蚁就会要倒下去 就算你再怎么一个很壮的男生 过敏的话一只三十分钟内可能就晕倒了 更可怕的是这些红火蚁不但在野外横行 甚至还会亲门踏户闯入民宅 连正在睡觉的小宝宝都不放过 红火蚁的就从顺着他们家的窗户 跟一些插座入侵到家里面去 他的手脚身体都被红火叮咬 如果是过敏系体质 可能会起大面积的水泡 严重的话还有失去视力 休克死亡的风险 被咬到才知道说真的很毒很毒 我们小朋友也曾经被咬过 新北市的屯山国小 今年也深受红火之苦 为了保护同学们的安全 老师们会不厌其烦 不停宣导防治观念 会先跟讲告知啊 说小孩子有被红火蚁咬到 给他们看红火蚁的照片 然后跟他们讲这个